任妈妈收起目光就笑道 我就不吃茶了 说着就向内室里张望 三爷还没过来 任静初顿时就皱起眉头 似是有千般的委屈 说是半路上被侯爷叫走了 任妈妈一争 怎么会被侯爷叫走了 任静初道 我也是刚知晓 任妈妈脸上除了有些诧异 并看不出什么异样 微微思量了片刻 任妈妈猜到 侯爷公务忙 很少找三爷说话呢 这一年到头 也就是在老夫人屋里吃吃饭 更少说话了 说不定是关切三爷的病 这才问问 八成是因为三爷和少夫人 有丫鬟的事 侯爷之前虽然对内府的事不上心 可自从少夫人家进来 侯爷也渐渐地变了 在府里的时间多了 也就注意起这些来 如今侯爷将三爷叫去 也不一定就是坏事 要等到三爷回来就能知晓了 任妈妈说着又笑起来 呵呵 奶奶不用担心 一会儿说不定就回来了 任静初是心里冷笑 侯爷关切薛明癌的病 为什么不来屋里看 还非要将人叫过去 明摆着 就是府里人人都爱着侯爷的脸面 不肯说破罢了 任静初跟着任妈妈去二太的房里 荣华这边和 荣华这边和简秀说起秋围 每年的秋围考都定在八月初 之前一安亲王谋犯的案子 便将今年秋围的热闹给压了下去 他也是诸实缠身 等到想起来问陶正川时 三婶已经让人带消息过来 陶正川没有考上 孟春之也落了榜 三叔虽然落了榜 好在今年还有恩科 你记得让人去问我三婶那边怎么样呢 三婶的身子应该也能看出来了 简秀不懂得这里面的事 邵夫人游戏之后 他才听屋子里来伺候的嬷嬷说了些 身子过了五个月就会闲了 简秀抿着嘴笑 等到少夫人再过几个月 也会和三太太一样了 简秀是满脸笑意 荣华知道简秀是在故意地打取她 于是也笑道 哈 那说起来你年纪也不小了 心里怎么想的 不妨和我说说 过几年 简秀一下子红了脸 少夫人现在就嫌弃奴婢了不成 荣华笑笑 我不是嫌弃了你 我是怕你将来要怨我 春瑶正好端茶进屋 简秀看一眼春瑶 奴婢不急 索性这前面还有瑞青和春瑶 要轮到奴婢还远着呢 听到锦秀提她 春瑶不明所以地正在那里 简秀偏也没有了别的话 只是上前将春瑶捧着的茶摆在桌子上 又从春瑶手里接够空盘子给下去了 春瑶看看锦秀又去看荣华 这是怎么了 荣华微微一笑 锦秀说了 要我先多想想你和瑞青 然后才是她呢 春瑶听的这话稍稍思量 便明白这里面的意思 当下也红了脸 一跺脚 上夫人和她打去 做什么伤到奴婢的身上 荣华笑了 荣华和春瑶又说了会儿玩笑话 春瑶这才低声的道 侯爷吩咐奴婢的 奴婢都办好了 荣华点点头 薛明瑞要和薛明矮说话 这才要回去原来的园子 荣华道 你就按照侯爷说的办 让婆子看好了人 好让侯爷和三爷说话 说者又嘱咐道 你们也尽可能离得远些 也就是说 不让他们去打听侯爷和三爷都说了些什么 春瑶点点头 硬了 薛二太太躺在床上 看任静初捧了茶来 满意的点点头 任妈妈将茶接过来 拿给二太太喝了一口 二太太是嘴唇苍白 眼窝铁精 经过简单的书系 勉强地打起精神来 众人不敢将任静初 闹着要回娘家的事 说给二太太听 二太太对任静初 便没有了责难的意思 只是嘱咐道 明矮 年纪轻 终究没有经过事 等我好了 我必然说他 这几日 你就少不得要多照看着 任静初想到薛明矮的错处 眼睛又湿润了 二太太接着道 真是呀 不好说出去呢 特别是在你娘家那边 明日也少说 原来是嘱咐他 不要和娘家人提起薛明矮的事 大嫂过来的时候 她早已经原原本本说了清楚 这种是她不说 娘家如何知道她受了苦楚 难道要认着薛家 随便怎么说不成 任静初的脸色古怪起来 二太太微皱眉头 刚要看清楚 任妈妈就已经 挡在任静初的前面 笑着道 自然是不会说的 三爷只是年轻 才会犯错 没有多大的关系 谁不是这样过来的 将来老成老成 也就好了 不论再怎么起 终究是自己生下的冤孽 这件事若是传出去 日后明矮在外面 也抬不起头来 她怒气不争 心里还要替明矮盘算着 明日就是媳妇回门之期 这事不能在任家闹开了 她这才会让任妈妈 将任静初给叫来 任静初的眼睛转了转 我是不会再说什么了 只是 府里的人 必定很快就会知晓 连侯爷都叫了三爷过去训斥 还不是要让人看了笑话 任妈妈在旁边听了 不由得着急 没过来前 她已经嘱咐过三奶奶 就是怕三奶奶将这件事 在二太太的面前提起 谁知道 这三奶奶不但说了 甚至还添油加醋 二太太听了 怎么能守得住 二太太 她果然就睁大了眼睛 一瞬不瞬地看着任静初 你说什么 明矮被明锐叫去训斥 什么时候的事 任静初的 就是刚才的事 还不是要将所有的事 一股脑地推在三爷身上呢 侯爷这样寻斥一番 哪里还有桃 二嫂的错处 听得这话 二太太心里一脚 又急喘了两口气 伸出手 死死地抓向万丈 想要借力从床上坐起来 任妈妈就忙上前搀扶 二太太 二太太 您的病还没有好呢 身子要紧呢 侯爷叫了三爷去 也不一定就是训斥 这些事 还是要等到三爷回来 问过来才好 二太太将手 攥在认妈妈的胳膊上 还问什么呀 就是要 要明矮认错 这是要趁着我病了 让明矮 将事都给认下来 我们是要认 可是她桃龙华 她就没有错处 任静初道 我也是这样想 就算是有错 也是二嫂错在前面 屋子里丫鬟做了什么 哪有主子不知晓的道理 任妈妈转过头 几乎一眼就盯在任静初的脸上 可任静初却并未发觉 三奶奶这样只言片语地说 二太太怎么能不动气 任妈妈刚要再劝慰二太太 二太太已经伸出手来 去 去看看 怎么样了 明矮 回没回来 任妈妈拗不过 只能吩咐丫鬟去看 丫鬟去打听消息 二太太怎么也不肯再躺下来休息 一会儿前世由来权威 二太太仍旧是不肯听进去 只等到丫鬟来禀告 可以和三爷说完话 去老夫人房里了 二太太眼前一黑 差点又昏死过去 薛明锐这是要让明矮将事都认下来 这样就好让荣华脱身 想到这里 二太太挣扎着又起身 扶我 扶我去老夫人屋里 众人顿时就正愣在那里 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二太太又咬着牙说了一遍 扶我去老夫人房里 任妈妈吩咐杜娟 拿了紫色镜面的妆花被子 和淡青色的麻面裙 又让书头的媳妇 进来给二太太简单地说了个发迹 仍旧是往日的装扮 只是二太太的脸色 不像从前那般的锋锐照人 两场病下来 脸上不是清白就是拉黄 看起来十分的憔悴 任妈妈在一旁忙着 心里是安安着急 二太太身体这般 不该随意地走动 更何况这突然去了老夫人院子里 明摆着是追着侯爷过去的 那就是和掌房撕破了脸 前世也看出火猴来 吓得是脸色苍白 直到 娘再等等 一会儿三弟回来了 问问再说 不是更好吗 突然过去 恐怕不妥当 二太太平日里 便不得已前世 如今看前世吓得脸色难看 更是恨铁不成钢 这么简单 就让掌房压下去 他们二房日后在府里 还怎么能抬起头来 他是恨不得老爷 他是恨不得老爷能将明爱打一顿 让明爱收受性子 可不代表着 谁都能帮他教训儿子 前世被二太太狠狠地一看 顿时吓得不能再言语 任妈妈瞧着 二太太已经定了心 只能暗暗地盼着侯爷 在老夫人屋里 能早些说完话离开 这样 二太太不会和侯爷正面的冲突 于是悄悄地吩咐丫鬟婆子 手脚不要太麻利了 可二太太催促得急 众人也不敢太耽搁时间 等到下人来抬了监鱼 来回话的婆子道 侯爷和三爷都没离开呢 任妈妈的心 一下子沉了下去 众人撑着伞 抬着二太太 一路向老夫人的院子里去 老夫人刚和薛明锐 薛明爱说完话 薛明担了汤进屋 老夫人的脸上略微有了些笑容 吩咐薛明 多乘两碗 给侯爷和三爷吧 薛明应了一声 转身又去小厨房里端汤 汤刚放进托盘 只听外面的安东跑进屋 低声的道 二太太来了 听到二太太来了 老夫人微微一正 薛明锐仍旧正经而坐 薛明爱脸色难看 尴尬中带着距异 抬起头 目光闪烁地看了一眼老夫人 老夫人已经换了慈祥的笑容 哼 怎么这会儿来了 快将二太太接近来 李妈妈听了这话 才回过神来 忙带着丫鬟出去迎二太太 二太太让人搀扶着进了屋 一眼就看向屋子里的薛明爱 薛明爱的视线也对过来 两个人的目光撞在一起 薛明爱的脸上只是诧异和羞愧 并不见有其他的情绪 二太太又看向薛明锐 薛明锐面目舒展着 和往日也没什么两样 屋子里的气氛也没有她想的那样低沉 尤其是雪域进屋向她行了礼 又将托盘里的汤给薛明锐薛明爱摆上 二太太正思量者 老夫人笑着道 嘿嘿 你这身子刚好一点 怎么不在屋子里歇着 我不是让他们去说了吗 等明日我好些了就去看你 二太太勉强地露出笑容 哪里敢让老夫人来瞧我呢 我听老夫人身子也不好 心里惦念着 若是不来瞧瞧 恐说晚上也睡不好了 说着又去看薛明爱 薛明爱顿时就低下头来 老夫人笑道 好了 见你们都好些了 我这心里也踏实了 说着就去看二太太身边的任静初 任静初上前给老夫人行了礼 又向薛明锐服了身 老夫人道 好孩子 起来吧 你也不容易呢 要照顾你娘 又要照顾明爱 她哪里做过这些事 任静初脸上一红 目光不由自主地去看二太太 二太太坐在软椅上 正不知道在思量着什么 老夫人私事没有察觉到异样 微笑着吩咐学语 去给二太太也端碗汤来 雪玉是个凌厉的 早就让人端了碗汤背着 如今老夫人一发话 自然地就从丫鬟手里取来 放到二太太身边的矮桌上 老夫人道 都尝尝吧 厨房里用野鞍蠢 灵芝片 地残 炖的凝神汤 薛明瑞拿起汤来喝 薛明爱只动也不敢动一下 似是受尽了委屈 缩在椅子里听老夫人和二太太说话 看看自己的儿子 再看看薛明瑞 二太太不知从哪里就冒出一团火来 屋子里的下人都被潜了下去 薛明爱看到母亲的脸色渐渐阴沉 心里一颤 从椅子上站起身 当着老夫人的面就跪了下来 二太太整个人被狠狠地扎了一下 薛明爱做出这种事 就算跪上几日那都是应该的 只是当着薛明瑞的面跪下来 却让她难以忍受 她辛苦了半辈子 不就是想要明摆和明爱 不必看长房脸色 为的就是他们在族里 能被所有的族人高看一眼 为的就是不至于人人的目光 都在长房的身上 她也想着明摆明爱 处处被人关注 处处被人特别的照应 同是薛家子孙 薛明瑞有的 明摆明爱也要有 二太太扶着椅子站起身 看着薛明爱 力声地道 你起来 薛明爱意识不明所以 她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 看着母亲 二太太嘴角一抖 我让你起来 说着顿了顿 事情都没有弄清楚 你跪在地上做什么 薛明爱意证 旁边的薛明瑞抬起头来 看向二太太 老夫人微微皱起眉头 立即又松开 合眼悦色地道 明爱起来吧 有什么话 随着你母亲回去之后再说 母子两个哪有什么 说不开的 说着就看向任静初 快将三爷扶起来 任静初侧头看看二太太 半晌才捏手捏脚地 去服薛明爱 手刚碰到薛明爱的手臂 二太太也跪了下来 老夫人 媳妇不是要暴毙明爱 只是这么大的事 明爱怎么敢就扛下来 老夫人皱起眉头 有什么话不好说呢 都要跪在地上 二太太道 媳妇本想过阵子弄清楚了 才向老夫人说 只是 薛明锐不准备 听二太太接着说下去 站起身来道 我还有工事没处理完 就先回去了 老夫人才点了头 二太太便道 明锐在这里正好 荣华有了身孕 我也不好让人去知会 明锐听听 也能拿个主意 红莹总是荣华物理的丫鬟 这样一说 就不止是内宅的事了 二太太说着 就哭了起来 明爱做出这种事 就算将他打死了 也是应当 只是要将那个叫 红莹的叫来 问清楚 怎么能不声不响的 就做下这种事 不声不响的 做下这种事 其实就是要 质问荣华 怎么会对自己 屋里丫鬟 做下的事 一无所知 二太太道 平日里也就算了 现在明爱成亲的日子出了事 可怜了明爱和景初这两个孩子 好在景初是个知书达理的 否则换了旁人 说不定这门亲事就做不得了 脑到外面去 只怕要被人笑话呢 不说别的 亲家知晓了 我就抬不起头来 这话说的是顺理成章 既说了荣华 不能约束房里的丫鬟 又提到任静初的大方得体 老夫人诧异地看了眼任静初 只见任静初心虚地缩缩肩膀 二媳妇将话说得这样的理直气壮 难道二媳妇不知道任静初 在府里大吵大闹 要回娘家的事 老夫人皱起眉头 二太太哭得哀痛 似是旁人怎么也劝说不得 只是一心地想要僵事 说在荣华的身上 我对明爱管得还算眼 房里的丫鬟 哪个不用得妥当 只是没想到 这日房夜房竟没有房住 老夫人就要开口 胸口不由地一疼 只得捂住胸口歪在那里 二太太也顾不得 仔细地去瞧老夫人 还是自顾自地道 老夫人是知道我的 为这个家 我是费尽了心思 指望着他们有个好的前程 如今不光是他们的前程 没了 还连累了府里 我活着也没有什么意思了 若是我们母子俩的性命 能保全府里的名声 我便和他一起去了 也好干净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